在这张图里面不太好比较 所以建议在做这种图的时候 最好只有两条线 也就是说这边把它筛选掉 我只要比2015跟2016这两年 就是最近这两年比较的话 是以红色为基准 比前面好跟比前面不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知识是这样写的 2016年获利表现好的月份 获利表现胜过前期 这是在这几个月里面差异最大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相对的在这个地方 第一 第一你写出来哪几个月高 第二请你一定要写表现最好的是几月 是6月破利最好 你还有第三点你要写 然后7月4月8月还有11月12月 然后表现最差是不是这个地方 还有请你们务必一定要去想到好的月份是连续的 不好的月份是单一个月 这一定是问题 为什么他应该表现是很好 可是为什么突然某一个月掉下去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反映出来的行为模式 我之前我们都只看2015年的总利润 跟2016年的总利润是多少来去做 这是统计 我希望你们看的是很多很多个月的差异比较 这就是在看他的行为模式